为什么要读这本书 跟FBI特工学习讨人喜欢的小秘籍 却特别不招人待见 哥谁跟他们打交道都觉得有点个影 你有没有想过 这人和人之间的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我们人类作为一种社会动物 交朋友对于我们来说 应该是一种自然而然的事 就像呼吸和走路一样 然而好多人好像不太懂 怎么跟别人交朋友 这原因可能也有很多 可能是因为太害羞 或者是因为缺乏跟别人产生 情感共鸣的能力 如果你觉得自己就是这样的人呢 也不用灰心 不用担心自己注定了就要孤老终生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本 心动开关 就叫你来怎么讨人喜欢 怎么让人成为人群里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万人迷 这些技巧可都是 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抓间谍和套口风最常用的呀 可要好好学习了 那么听完这本书 你至少会明白 下面几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只把自己的动脉 暴露给我们真正喜欢的人 眉毛和萤火虫之间 有什么共同特点呢 为什么长期的关系 需要倾听观察 表达和同感呢 要问怎么才能让别人喜欢你 恐怕不少人都会说要做你自己 不过这本书的作者对此可并不认同 要想赢得别人的好感 只靠展现真实的自己还不够 交朋友还是有套路可寻递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说 要让一个人喜欢你第一步就是要频繁的接近对方 俗话说日久生情嘛 在一起待的时间长了就更有可能会被对方吸引了 所以呢如果想要逃某个人的欢心 那就多花点时间在他的身边吧 举个例子来说 一个叫查理的FBI特工 需要跟一位外国的外交官交朋友 我们就给这个外交官起个代号叫海鸥吧 查理的任务呢 就是说服海鸥来当美国政府的间谍 一开始呢 他总是会在海鸥开车去杂货店买东西的时候 跟他同路 这样海鸥就更有可能注意到查理 慢慢的海鸥就会觉得查理看起来越来越眼熟了 接下来的关键 就是持久 也就是说呢 要花更多的时间和对方在一起 持久性很重要 因为你和一个人相处的时间越长 就越有可能让他们喜欢你 那继续刚才的例子 一两个月之后啊 查理开始跟着海鸥一起进商店 这就进一步延长了两个人接触的时间 另外呢 他还提高了和海鸥交流的强度 也就是向他发出肢体语言的友好信号 比如说点头问好啊 或者是偶尔跟他有一些眼神的接触 自然而然的海鸥就会开始好奇 哎 这个人是谁呢 他为什么总是会出现在附近呢 到了查理亮明身份的时候 海鸥早就准备好跟他交朋友了 正因为两个人早就熟悉 海鸥也就同意了当间谍 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你们觉得我们人和萤火虫有什么相似之处呢 你可能想不到吧 这萤火虫的尾部啊 它会一闪一闪的发光来吸引配偶 而我们人也有一种吸引别人好感的肢体语言 那就是挑眉 这种快速的上下挑眉虽然持续六分之一秒 但是却非常非常的有效 即使在离得很远的地方 挑眉也能告诉别人 你并没有恶意 那么第二种关键的肢体语言就是歪头 这会告诉别人你没有威胁 因为呢 不管是把头往左歪还是往右歪 你都会把一边的静动脉暴露在别人的面前 而这个静动脉是给大脑供养的血管 所以非常的重要 面对那些无害的人 我们才会下意识的暴露自己的大动脉 那相反呢 在我们受到威胁的时候 就会把脖子紧紧的缩起来 第三种重要的肢体语言是真诚的微笑 我们一般会觉得一脸笑嘻嘻的人啊 更招人喜欢 更有吸引力 没那么强势 也更加的友好 那微笑呢 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 就是释放出内非态 给人一种幸福感 如果有人朝我们微笑 我们很难不用微笑来回应 这会让对方觉得很好 而想和别人交朋友 最关键的就是让对方觉得自我感觉良好 咱们下面接着说 想要别人喜欢你 首先要让对方感觉良好 好了 用上面说到的这些方法 你已经让对方愿意和你进行互动了 下一步我们就要开始对话了 那究竟应该怎么开始呢 现在我们就来介绍交友的黄金法则 要想让人喜欢 先得想办法让对方感觉良好 其实这一点对于所有成功的关系都特别的重要 这本书的作者当FBI特工的时候呢 就用这个方法成功说服别人成为了间谍 让罪犯自愿的认罪 甚至还让航空公司的员工给他升到了商务舱 他怎么就这么管用呢 原来啊我们天生喜欢和那些让自己快乐的人打交道 因为我们希望用这种积极的情绪来回报他们 举个例子 有一次呢这本书的作者谢富尔在法兰克福机场转机 他原来呢买的是二等舱的中间座位要飞八个小时 在等飞机的时候 他决定跟票务员聊聊天吧 在聊天的过程中呢 他用了同感的技巧 让对话的关注点一直都在对方 这就表现出了他很在意对方 那么怎么说才能让你听上去善解人意呢 那么标准的开唱白可以是 您今天过得不错呀 或者是今天挺不容易呀 通过这样的策略 谢富尔让对方谈论自己和这一天的经历 于是呢就慢慢的产生了良好的自我感觉 最后到谢富尔要登机的时候 票务员主动的给他升到了商务舱 所以说这种交友黄金法则会产生忽利的结果 哪怕只有一面之缘 这种你好我也好的心理也能发挥神奇的作用 学会利用吸引力法则 说到这儿我们已经介绍了交友的基本法则 不过还有一些好用的方法可以放进你的交友白宝箱里 就是吸引力法则 首先就是相似性法则 他是说价值观和原则相同的人更容易成为朋友 所谓志同道合嘛 因为相似的人往往会强化这些相似的部分 也就增强了两个人之间的吸引力 那么如果你想跟一个人交朋友 就可以尝试相似性法则 找找你们身上的相似之处 比如说呢你可以留意一下对方的穿着 看有没有什么潜在的共同兴趣 比如说他穿的T恤上有某个球队的标志 刚好呢你也很喜欢这个球队 当你发现了你们之间的共同点之后 就可以开始把话题往那个方向引 而尽量的不要讨论那些双方都不太感兴趣的话题 那么另外呢就是好奇心法则 当你表现出对某个人的好奇心之后 自然也会让对方对你感兴趣 每个人都有好奇心 因此你可以利用它来吸引对方 举个例子来说 当你一个人去咖啡厅想要认识新的朋友 那就可以从菜单上点一些不寻常的东西 或者是带一本特别奇怪的书去读 让自己与众不同 就很可能会让别人出于好奇过来搭话 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互惠法则 也就是说别人对你好 你通常也会做点什么来当回报 你可以随手帮别人一个小忙 比如说给对方买杯咖啡 或者是帮他们拿一个快递 如果对方跟你说谢谢呢 你不要只会说不客气 而是可以说 我知道你也会为我这么做的 这样呢下一次别人可能也会 更有可能帮你一个忙 一来而去 你们说不定就变成朋友了 大家要是觉得前面说的这么多方法太难记呢 那就记住下面这一条 那就是鼓励别人说话 而要做好这一点就是要做到下面四部曲 那就是倾听观察表达和同感 首先呢你要学会倾听 大家肯定会遇到这种情况 你一心想跟对方说一件事 结果对方呢却是心不在焉 眼神飘飘乎乎 这种感觉是不是特别糟糕呢 说话的人啊一般都看得出来 对方有没有真的在听自己讲话 所以在听别人讲话的时候 你可以跟对方保持眼神接触 而且不要中途打断 第二点就是观察 在你们互动的时候 注意观察对方的肢体语言 调整距离的动作 例如把身体往后靠 还有双手交叉在胸前 抿嘴等等这些行为 都说明你们的对话可能进行的并不顺利 如果看到对方有这些举动 可能是因为你一直在谈论自己 所以一旦发现对方注意力开始不集中 那就赶快调整话题吧 聊一些对方感兴趣的东西 第三你说话的方式和内容 对交朋友也有影响 说话的时候 语气是非常重要的 比如说低沉的音色 通常充满爱意 而高调的声音可能代表惊讶 另外呢 你的话还会影响别人对你的看法 所以要记得多夸夸别人 让对方自我感觉良好 他们自然就更愿意把你当作朋友了 那么最后呢 学会表达自己的同感 让对方知道你明白他的感受 比如说 下一次饭点的时候去楼下咖啡厅 你可以跟服务员这样说 哇 今天的生意真好啊 你们太能干了 什么才是融洽的关系呢 那就要双方相互理解了 从本质上来说 这种融洽保证了一段关系 对双方都得到满足 不论是想要维持一段长久的关系 还是想要从一面之交的人那里获得好处 都需要知道你和对方之间的关系到了什么程度 因此呢 就需要进行融洽度测试 来看看你们现在的关系 有没有达到你预期的目标 那么要怎么判断融洽度呢 注释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 如果对方回避你的目光 那么你们的关系可能还需要再发展一下 才能进行更长时间的眼神接触 你还可以通过一些行为来测试融洽度 比如触碰和模仿 一般来说呢 陌生人之间只会互相握手啊 或者是触碰一下肩膀 那如果超过了这个范围 就说明你们的关系更近了一步 所以想要测试你和对方之间是否融洽 就可以在你们都坐着的时候 轻轻地碰一下对方的膝盖或者是前臂 那么测试融洽度的另外一种方法是行为模仿 也叫趋同行为 因为在心理上亲近的人们 常常会在对话的时候 模仿对方的肢体语言 为了测试这一点 你可以试一试示范和模仿的方法 什么意思呢 就是你可以改变一下你的姿势 比如说双手交叉 或者是把交叉的双手放开 如果对方也跟着你这么做 那就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 已经足够融洽了 说了这么多 大家应该已经知道 在你开口说话之前 其实有许多肢体信号 可以帮你吸引到你想吸引的人 经常保持近距离相处 用眼神接触 歪一下头还有微笑 都可以拉近你和别人之间的距离 并且最终发展成为一段稳定的关系 那么当你和对方成了朋友之后 下一步就是维持你们的友谊 那具体怎么做呢 很简单 最重要的就是要在乎对方 这就需要你表现出同情 比如说善意的话和伸出援手 还有就是要积极的倾听 留意朋友说的话 另外别忘了给朋友鼓励和认可 当你的朋友做得很好的时候 要给他们点个赞 说句棒棒的 那最后呢 就是要有同理心 试着去了解朋友的内心感受 并且给他们真正的关心 好了 那希望这些秘诀 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 让你更加的讨人喜欢 下次再遇到感兴趣的人 就大胆的去交朋友吧